這個樓盤全香港人都擁有郊藝公園 全香港人最有價值的資產 所以我當然要向大家介紹 不要浪費了它 我是林超英 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的 黑座教授 退休之前做過香港天文台台長 我很喜歡別人叫我做超英哥 這樣比較親切 這裡就是金山郊藝公園 我以前有十多年住在這裡附近 那時候有時有空無事 我會走上來逛 這地方真的很好 湖光山色 來不來又會聽到馬鷹叫 烏鴉叫 又會見到鳥在四處飛 然後有風吹下的時候 呼呼呼 有些風的樹林的徒聲 那些聲音聽起來是很舒服 很過癮的 基本上來到這裡逛 突然忘記了那些玩意 其實我們自然接觸得久之後 你發覺原來是快活 開心很簡單而已 來到我天望我地 吹一風 有雀鳥聲 原來人就很安樂 來到這地方 我會親近自然 我會覺得生命很重要 其實這個情節 就是在這種環境之中走出來的 山水有情 這句話真的很好 越來越覺得 人世間要說情 說愛 說互相照顧 互相關懷 互相扶持 所以我覺得我有責任 要令香港這地方繼續好 我就會在工作上 要想什麼方法 令人民能夠得到更多的保護 所以我搞了什麼 好熱天氣警告 寒冷天氣警告 就是一個情緒 其實我們如果說低碳生活 就是用得的東西就不要丟 就不要隨便買新的東西 千萬不要把購物變成 hobby 有需要才買 在家裡用少點電 基本上就是不需要開的電器 就不要開 不用的時候就拔插鬚或者扒掣 然後就是 如果你可以不開車 就搭公共交通工具 人最好就是由出生到拜拜 原來能夠做到對世界毫無影響 才是最高境界 我自己執行這些低碳生活 我從來的原則就是管自己 我不管人 我只是盡量希望感染人 有時是講道理 有時是講笑話 總之就是方便說法 有什麼方法令人覺得他受的 他就受了 我覺得香港的郊野公園 是香港所有人的重要資產 是要給他們一個地方 他們吐氣 有人來騷擾郊野公園 我一於不肯過他 只要郊野公園管理局 說我可以做什麼 幫到郊野公園的 一聲令下我一定到 人在郊野時 進行貝地